自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 为中老两国经贸往来和日文交流 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老挝民众学习中文热潮持续升温 3月18日至20日 老挝甘盟省它取势政府代表团 到广西重做事交流合作事宜 一同前来的还有该市15名学生 他们将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学习汉语言文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坐落于重做市 多年来该校培养了老挝 越南 泰国 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学生 其中20名老挝级毕业生 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 王安娜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19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 受新冠疫情影响 她在老挝上了三年的网课 三年了 我是一直在家里上网课 然后我自己就是在家里 跟着那个中国朋友聊天 还听了中文歌 看了中国电影 所以我的中文就留上一天 今年6月 王安娜将迎来毕业季 她希望汉语综合能力 可以为她求职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王安娜表示 中老铁路开通后 老挝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更加密切 企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懂中文的人才在老挝很吃香 那边的那个中国公司 他们也现在要找那些会说中文 还是在中国留学过的那些毕业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比较多一点 老挝籍学生王伟安此次乘坐高铁北上求学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翻译官 老挝籍学生爱丽雅出道广西 汉语说的还不顺流 爱丽雅的父亲从事国际贸易工作 他所在的企业和中国企业有着密切往来 爱丽雅此行的目的是 学习中文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知识 将来接棒成为老中两国经贸合作的桥梁 据介绍 重做是与她取士于2015年缔结国际友好城市 多年来两世重点拓展人文教育合作 重做是已累计招收40名她取士学生 并为其提供国际友好城市奖学金 未来两世将携手推进教育领域的合作 探讨形成人才和青少年交流机制 并全面开展各领域多层次务事合作 中老铁路能够开通运营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接下来我们甘蒙她取士 也会和崇佐士 共同在人才培养上发力 为旅游业和国际贸易业方面输送更多的人才 以此促进老中两国之间的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